你一定想不到,把鸡蛋倒进洋葱里,这个做法真的是太好吃了,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,也没有吃过,做法简单快速,十分钟就搞定,首先把洋葱切成粗粗的细丝,小碗中打入三个鸡蛋,一个红心,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就能开心一整天,这个视频麻烦您就点一个小红心吧,万分感谢。 把鸡蛋液倒入洋葱里面,加入胡萝卜丝,韭菜段,一点食盐,15香,搅拌均匀,盆中加入一碗面粉,适量清水,调成稍微细一点的面糊,把面糊倒入洋葱里,搅拌均匀,平底锅刷油,倒入调好的面糊,用铲子摊平,开中小火烙,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,以后家里有洋葱,你就像我这样做,简单又营养,可好吃了,收藏起来试试吧, 给我头像,能看到更多不同的美食。